本上這份文算是最近網路上團的團體 拿7個疫苗施打進行要準備的工作 但是這個合名是這個機密病醫 對這款網路消息機密也重心 今天特別出來做定清 說這根本就不是以來的 會讓理事所來發佈的 而且很多東西到來到去沒有以後的緊固 關於網傳清美醫院 副理師整理疫苗施打前準備工作等訊息 經查清美醫療體是三院區副理部 並沒有提供及散布相關的資訊 這就是屬於網路的謠言 請各界不要再轉傳 因為說很多民眾看到網路所團的文算 卡電話到便宜來做訊問 即日便宜上東空要來做到定清 即日便宜是有說民眾來接到大陸不平的消息 應該先做到查證 現在不當歐北團 因為這可以拍片自己 怕自己也能拍片到撤口消息 相害到別人 民眾接過來源不明訊息時 因先行查證 切勿隨意散播 轉傳以免觸訪 另外也呼籲民眾 因醫衛福部公布的相關施打指引內容 多加注意 至於說正確疫苗時代進行要煮的屬於 概念科的主任湯宏仁就說 要先確定說是不是符合到時代的對象主價 還是說有發生還是說處理 急性發作的這個病人 應該等待病情穩定後才來煮 二十四天來有煮過其他疫苗 也是不能再中後來做到煮什麼 男正新聞單一聲已經控制風波的 些人